在客厅里做家庭代工 曾经是许多妇女在家照顾子女 贴补家用的选择 台湾市马祖新村的眷村家庭 几乎家家户户都曾经有一台裁缝机 除了帮孩子修改衣服 还能够接代工 帮国君制作内裤增加收入 走进马祖新村文创园区 徐培清将军故居里的客厅 有一台历史久远的裁缝机 原住户回忆 童年的时候眷村妈妈们 几乎都会买一台裁缝机 帮军队代工贴补家用 就做那个全国阿兵哥的那个汉衫 白汉衫还有那个大四脚裤 就是马祖新村的妈妈们做的 缝纫机要自己花钱 缝纫机要自己花钱啊 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时候的缝纫机 就是拿一个金戒指去卖的 那个时候金子可能很贵 就是家家户户都会 而且也做得很好 然后呢就是也解决了很多 这个眷村的问题 就是说也赚不少钱 所以缝纫机 马祖新村几乎 家家户户都有缝纫机 裁缝机除了用来接订单 代工增加收入 还能够为家人修改衣服 或者是把布料 比较好的面粉袋 车层衣服或者是裤子 吃完面口袋怎么办 聪明的妈妈又会做那个 又有缝纫机 她就把这个布拿来给她这个 缝成大四脚裤 那这个布呢 很奇怪哦 也不能说是美国月亮好 还是月亮圆 越洗越白 它越洗越白 然后这个字呢 它就会退掉了 字掉了以后 这个布越洗越白 而且越洗越薄 所以你常常在后面那个水井上 玩的时候你就去看 每一个小男生 要不就是中美合作 要不然就是农夫派 早年家家户户 生养子女众多 为了贴补家用 只要有家庭代工的机会 就会全家总动员 在客厅里赚外快 当年从台湾 卖到全世界的鞋子 绣花和圣诞灯 都曾经有台湾家庭 在昏暗灯光下 代工贡献的劳力 也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比较做鞋子